明天早上穿上颜色最鲜艳的衣服 涂上最鲜艳的口红 去将台上唱歌给同学们的 我给大家唱首歌 这是什么太酥的 这也太酥了 这也太酥了 这也别自能的很容易 虽然没完成我给你的任务 但表现还不错 什么作弄我有意思吗 你到底想干嘛 接下来是第二个 耍蓝了好 你的妹妹我可以收 明天找到隔一般的班子 你不觉得我长得很好看吗 你 你不觉得我长得很好看吗 桑草 有桃花来了 这给大家桃花海了 你有病吗 第三个穿着校服 拍影 把披好的照片 挖到玉米的账号上 不可能 这样大家都会知道 我认识学校一个人 放心 不管大家什么菜 也猜不到 你就是网红大美女 给你一个菜 如果你没上活力 让学校都知道你的秘密 第四关 去学校导博士 帮我准备的严谨稿告 照片 我是戴心仪 周亦然 我喜欢你 我知道我爱丑 但我不会停止爱你这些事 从女表白 戴心仪疯了吧 是上最丑的女生 这次就叫最帅的 是公开表白 你开不过是想让我当着全校的面 给周亦然表白吧 哎 还真是一个丑八怪 哎呀 我是戴丑女 周亦然 我喜欢你 我去年一关 七一 你 最后一关 一个小时内到CS有变501房间 一个人 否则你告诉他 我让他 刚刚好 最后一关 一个小时内到CS有变501房间 一个人来 否则你懂的 他怎么会长得和我批刷的照片一模一样 时间刚刚好 对不起我走错了 站住 12月21号 你在CS咖啡厅拍下了玉米的第一张十万自拍 我听不懂你在说是吗 三天前 玉米发布的自拍左手无名指贴不出来 现在应该还没好 一周前玉米账号发布了一张项链的 这条项链是市面卫发售的广告 而你现在脖子上却带着这些 啊 这是宝贸品 就像你这个宝贸品一样 你侵犯他人肖像权弄虚作假语买粉丝 我没有 要是你最喜欢的周亦然知道你的真面 会怎么办 够了 就像你这个宝贸品一样 你侵犯人肖像权弄虚作假语买粉丝 你侵犯人肖像权弄虚作假语买粉丝 哎 你们看 昨天玉米发的照片 竟然穿了我们学校的校服 天呐玉米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吧 可是我怎么在学校从来没有见过 大家安静一下 给大家介绍个新同学 大家好 我叫新鱼人 这不是我们玉米吗 原来玉米这名叫秦亚 这不是学校的 天呐 我要跟玉米做同学啊 哇 这不是在公公吧 太好吧 玉米 你是玉米吧 玉米我喜欢你很久了 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好啊 他还见成人子就是玉米 怪不得上周看到你穿我们校服拍的照片 原来真的转学来我们大学 校服 第三款穿着校服 他也能把披好的照片挖到玉米的账号上 难道 在学校假冒玉米就是他的目的 可是 如果他单纯只想用这个虚拟的话 明明只要他那张脸力出现 大家都会认为那就是玉米 他又为何大被作伤来折磨我 大网红装作不认识我吗 带新鱼 还是说 嗯